全世界最冷的是个地区,最低气温零下89.2度,上厕所竟然还要自带棍子,起床困难症最严重的时候,莫过于每个冬日的早晨,尤其是当你睁开眼睛,发现外面的温度只有几摄氏度,甚至零下几度的时候,谁还愿意起床? 你能想象世界上那些在气温低至零下几十度的地方是怎么生活的吗?那可真的远远不止是结冰这么简单了,今天就跟着地球情报局一起看看世界上最寒冷的十个地。 第十名乌兰巴托 乌兰巴托是蒙古的首都,也是蒙古最大且人口最多的城市,有300多年历史的乌兰巴托,建立于草原之上,位于蒙古高原中北部,面积约47004.4平方公里,是蒙古国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工业、科技中心,这里地处内陆,输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夏季短而炎热,7月平均气温20至22摄氏度,最高可达39.5摄氏度,听着似乎挺平成, 一到冬天,乌兰巴托路的最低气温零下40摄氏度,1月平均气温零下15到零下22摄氏度,夜间有时可达零下39摄氏度,2020年,凭着全年平均气温零下1.5摄氏度,乌兰巴托路选全球避暑名城堡,由于昼夜温差大,去乌兰巴托避暑旅游的时候,记得戴上外套和常库。 第九名,斯纳格玉控河,玉控河地区位于加拿大西北方,地势较为平坦,玉控河周边属于亚籍地气候,拥有短暂且温暖的夏季,但无数的山坡高地则属于极地气候,冬季来临的时候,来自西伯利亚地区和北冰洋地区的冷空气,几乎毫无阻拦地吹遍整个玉控河地区, 伴随而来的是超低温的天气,这里的一月平均气温约为零下31摄氏度,历史最低气温零下63摄氏度,这个气温也是北美大陆官方记录的历史最低气温,自斯纳格创下这个记录之后,在过去七五年的时间里,都没有被打破,在斯纳格以及更北的一些城市,拥有别具一格的冰雪旅馆,这些冰雪旅馆仿造雪地民族应有特人的冰屋,每间房屋的墙壁,地板,天花板乃至床铺都用冰块砌成,但铺上皮毛后, 住在里面其实并不会感到寒冷,由于冰雪,旅馆房间数量有限,且别无分号,更重要的是过了三月下旬就歇眼,毕竟天一热,房间就会融化消失,所以即便价格不菲,各国游客还是趋之若无,第八名,克林克研究站,克林克研究站位于北极圈内的格陵兰岛,海拔高度为3015米,1991年12月22日,来自威斯康星大学的科学家,测量到了格陵兰岛的温度, 可达零下69.4度,创下了历史最低记录,这次测量是通过一个自动温度记录器进行的,这个地方即便是夏季也是冰雪覆盖的天地,第七名, 萨哈共和国,萨哈共和国,位于俄罗斯亚洲部分东北部,是俄罗斯最大的一个行政区,也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省机行政区, 领土面积高达308万平方公里,比印度国土面积还大,萨哈共和国属于大陆性气候,同样的冬季漫长,夏季短暂, 这里层路的最低温度零下70摄氏度,一月份平均温度零下28摄氏度到零下50摄氏度, 七月份平均温度2摄氏度到19摄氏度,最冷的一月和最热的七月之间的温差,可达70至75摄氏度, 它的首都雅库茨克是全球最冷的城市之一,有槟城支撑,雅库茨克一月平均气温只有零下38.6摄氏度, 那里的冬天在路上开车不久,汽车轮胎就冻裂了,在那里生活,鞋子也得非常讲究, 毕竟如果是人造和鞋底,在户外走十几分钟鞋子就会破裂,你会发现那边的门窗都是三到四层的设计, 防止冷气侵入,这里的天气实在太冷了,所以修建基础设施,难度非常大, 这座城市的自来水管铺在路面,还要一路设加热站,严防水灾,管内冻结, 整个萨哈共和国人口不足97万,基础设施落后,人力资源有限, 许多探明的矿藏并没有得到开发,虽尽管拥有着大量的资源, 该地区依然是俄罗斯内最贫穷的一个地区之一。 第六名,维尔霍扬斯克 维尔霍扬斯克在西伯利亚东北布亚纳河畔,冬季11月末至次年2月末, 周月平均气温低于零下40摄氏度,绝对最低温层达零下70摄氏度, 与奥伊利亚康并称为北半球的寒级,这里的夏季短暂且温暖, 7月平均气温16摄氏度,极限最高温度达到38度, 是的,这里的绝对温差高达105摄氏度, 维尔霍扬斯克地区之所以特别了,主要受它纬度和地形的影响, 这里地处高位,温暖的海风根本吹不到, 特别是这个地区的东西南面,被切尔斯基山脉和维尔霍扬斯克山脉所包围, 只有北面向北冰洋敞开大门,换句话说, 南面的暖空气被挡在门外,而北面来的冷空气倒是长驱直入, 本来这里太阳辐射就少,气温已经很低了, 再加上冷空气助威,真可谓是雪中送兵, 我想维尔霍扬斯克的居民身体一定非常强壮, 毕竟没有过硬的身体素质,根本无法在维尔霍扬斯克生存, 第五名,奥伊米亚康,奥伊米亚康位于俄罗斯, 是北半球寒几之一,有500名村民常年生活在这里, 是世界上最寒冷的永久居住地之一, 世世代代居住于此的人们,一生都被包裹在冰天雪地当中, 奥伊米亚康的12月至此年1月, 昼夜气温均低于零下45摄氏度在188, 85年2月以零下67.7摄氏度的记录, 获得了北半球寒几的称号, 1964年1月又以071摄氏度的低温, 打破了原有的记录, 年温差达101.8摄氏度, 这里的土地是永久冻土, 居民的房屋必须建在深埋于地下的木桩上, 换句话说, 房屋与地面最少要保留0.9米的间隔, 不能直接建在冻土上, 否则室内热气会溶解冻土地基, 从而发生房屋倒塌, 而且这里的门窗要四五层, 以防室外寒气轻入, 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村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生活习惯, 那就是上洗手间的时候, 需要随身带上一根木棍, 因为天气太过寒冷, 上厕所会被瞬间冻成冰柱, 而木棍的具体作用, 就需要观众旁闻自行想象了, 第四名, 德纳里山, 德纳里山位于美国阿拉斯加州的中南部, 是阿拉斯加山脉的中段, 它海拔6193米, 为北美洲的第一高峰, 同时也以地球上最冷的山峰而闻名, 这里的冬季气温时常降到零下40度, 甚至介入到零下73.8度的低温, 德纳里山毕竟是北美洲的低山峰, 理所当然地吸引了众多, 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者和登山者, 为了方便普通游客, 这里修筑了一条直通山顶的曲折小路, 小路全长58公里, 可由于这里的天气变化无常, 小路的大部分常被积雪覆盖, 攀登十分困难, 即使是专业的登山队员, 也需要两个星期才能登上峰顶, 而普通的游人大概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天气突变以及雪崩每年都会造成登山者遇难的悲剧, 这倒反而给富有冒险精神的美国人, 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表现机会, 他们争先来到这里, 以自己的体魄和智慧, 向德纳里山发起挑战。 第三名,富士兵穷, 富士兵穷又称富士园顶, 位于南极州的毛德皇后帝东部, 海拔3810米, 是南极病原上的第二高兵穷, 由于处于南极高原上的高海拔处, 富士园顶成为地球上最冷的地方之一, 这里的夏季气温减少超过零下30摄氏度, 冬季气温最低可达零下80摄氏度, 年平均气温是零下54.3摄氏度, 传说美国宇航局的卫星曾经观测到, 南极高原阿尔格斯兵穷和富士兵穷之间的一座高山级, 出现了零下92.3摄氏度的超级低温, 但尚未得到官方证实, 活物要是在这种温度下活动一会, 估计能直接冻成冰仗, 这里的年降水量只有25公里, 是名副其实的极地荒芒, 然而, 这里拥有日本在南极的研究基地之一, 自1995年8月, 其首度进行深层冰河钻探计划, 在1996年12月时, 钻探深度已达2503米, 第二次钻探进行了4年, 深度达到了3035.2米, 虽然这次钻探还未达到岩层, 但在最深处找到了岩石粒子与中洞水, 说明岩层已经非常近钻孔底部了, 初步分析那次所得的冰河, 其中的气候资料可追溯至72万年前之久, 这世纪埃皮卡在冰穷取得的冰河以来, 人类所得第二古老的冰河, 第二名阿蒙森斯科特站, 阿蒙森斯科特站是美国于1957年, 在南极点设立的科学考察站, 是地球长期有人居住的最难处, 也是世界纬度最高的考察站, 阿蒙森斯科特南极站海拔约2835米, 冰盖厚度约2850米, 属冰原气候, 中年严寒, 3月至10月的平均气温在零下50摄氏度以下, 寒季时低于零下70摄氏度的情况十分常见, 偶尔还会降到零下80摄氏度以下, 即便在最热远, 气温也鲜少高于零下20摄氏度, 阿蒙森斯科特站舰有4270米长的飞机跑道, 无线电通讯设备, 地球物理侧站等, 可以从事高空大气物理学, 气象学, 地球科学, 冰川学和生物学等方面的研究, 由于冰层以每年平均10米的速度, 向南美洲方向移动, 随于考察站的实际位置, 已偏离了南极点, 为此, 美国制定考察站重建计划, 现已完成了新油库和机场跑道工程, 整个计划预计5年完成, 第一名, 沃斯托克站, 这是俄罗斯在南极设立的考察站, 海拔3488米, 作为地球上最寒冷的高原, 它曾在1983年7月21日, 被记录到-89.2的超低温度, 除了低温外, 还有众多因素导致沃斯托克站, 成为全球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之一, 比如, 空气中几乎没有水气和氧气, 而且缺少二氧化碳会导致人的呼吸机质不正常, 如果人类要适应沃斯托克站的气候环境, 至少需时一星期至两个月, 而且适应期可一点都不好受, 你可能会出现头痛, 眼皮挑, 耳痛, 鼻出血, 感知性止息, 血压急升, 失眠, 食欲不振, 凹脱, 关节与肌肉疼痛等症状, 还可能经历体重锐减3-5公斤, 严重的可达12公斤, 从这个角度听上去像是一个减肥的好地方,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